徐才后妻子涉贪女儿荒言如妇内幕图 看中国记者燕青刘综合报道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后 2015年3月15日死于膀胱癌 日前其妻子女儿丑闻在被网络翻炒 综合海外媒体7月13日 报道军中大老虎徐才后临终之际 要求见其妻子赵某最后一面 军委上报至习近平获得习特许 但赵某丝毫不念夫妻之情 不愿见他香港凤凰周刊 曾披露过类似的消息 据称徐才后病重病危期间 头部肿大下任军方通知其妻赵某前去探视 但赵某拒绝去看他官方通报 2015年3月15日 徐才后死于膀胱癌 不过也有中共内部消息传出 徐才后淫乱 无度是因艾滋病引起病发症而死亡 但官方对此没有予以证实动向杂志 曾报称 徐才后是中共体制下带病晋升 的典型其生活作风 及其弥烂品质卑劣患性病期间 依然寻欢作乐 徐才后被查后 港媒披露了查抄徐社会财产的细节 称 在北京富城路一处2000多平方米的徐家豪宅里 办案人员打开地下室被堆积如山的现金 和田宇 硬木 翡翠 古丸子画下了一大跳中共军报 赤徐才后 为国邀报导称 徐才后像大多贪官一样 在中国各地也置办房产 而这些均通过其细腻操作徐才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一些房产的细枝末 截甚至连徐自己都不顺寥寥 外界盛传 徐在上海有四套房产 徐才后妻子赵某是该起社会案的经办人 和社会人 该房产是古郡山地理进贡 的徐才后在四川成都 亦有豪宅别墅 受惠人同样是其妻赵某 徐家在四川的别墅 据称是成都军区某负责人 一手操办该官员 也在徐才后案发后落马 凤凰周刊于2014年11月20日 发表起底徐才后被查抄内幕的长文 文章曝光徐才后的妻子赵某和女儿徐思宁的情况 据悉徐妻赵某是辽宁大连人士 在机关任职普通官员徐才后 于2014年3月14日 在301医院东院南楼六层被采取强制措施 其妻赵某女儿徐思宁 同日被隔离审查一名秘书董某也被带走 徐的秘书董振波被专机从北海舰队压制北京董开设的公司 20亿资金被冻结 据报徐才后案发后徐妻赵某 案发后被限制自由协助 审查赵某很快全线瓦解 几天后变得有些疯疯癫癫 见人便称我有罪我有罪 徐才后女儿徐思宁的照片 此前曾在网络流传港媒称 徐才后独女徐思宁在走正联络部系统工作 但知情人称很少见他上班 网传徐才后女儿结婚时 古俊山还腾送了一张内 有2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作为贺礼 报导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称徐思宁有过两次婚姻 第一次与前夫感情善赌 但因不孕被迫离婚 第二任丈夫徐思宁与其关系不睦徐才后 让女儿徐思宁再次离婚 但两人已有一对双胞胎 不但徐才后被爆大量淫乱丑闻 其女儿也只长得相当美艳 同样荒淫网上流传 徐才后女儿徐思宁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披露 徐才后的落马不仅是军中大蛛虫 古俊山 供述 另外一个关键证人 就是徐才后的前女婿 在与徐才后女儿离婚前前女婿 为了试图一直隐忍没计较徐才后女儿荒淫玩男人 并且公开给她戴了一顶又一顶绿帽子后 徐女强硬要离婚前女婿也见仕途无望 一怒之下把多年掌握的消息 报告给了有关部门 另外中共前军委委员张阳 去年自已身亡后港媒东方日报披露 张阳对徐才后一家可谓安前满后 无微不至地关照徐将自己的宝贝女儿 也托付给张阳徐家在香港洗钱 事发时张阳曾帮徐家背后张罗 百平是太等徐才后是江泽民的心腹 曾与江的另一心腹 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一起替江把持军权 十多年假空了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 据港媒报道过 徐才后及习近平进军委胡锦涛 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时 分布为中共军委副主席 而习近平则在十七届五中全会 才被增布确认最大的阻力 就是徐才后和郭伯雄 报道称当时在一个有数人在场的军方办公开场和徐才后 曾对郭伯雄说 让他指习近平干五年就滚蛋此话 后来传到习近平耳中 徐才后此后曾试图书成 单为十一碗 此番说法 已在军方红二代中小范围流传 我先试图习近平